好 回到臺灣這次焦點來看到總統蔡英文 昨天晚間是來到了高雄鳳山 舉行高雄競選總部的成立大會 包括前行政長賴清德 還有行政長蘇貞昌等人都到場來相挺 那現場說是湧進了十萬人 場面相當浩大 那蔡總統還表示說 之所以會選在高雄 來做一個競選總部的成立地點 就是因為贏了高雄等同於贏了臺灣 而且更在現場大酸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韓國瑜 讓高雄的市民相當失望 代團高喊臺灣要贏 台下擠滿熱情民眾 16號晚間上萬民眾擠爆高雄鳳山 突破真正人強在行政院長蘇貞昌陪同下 總統蔡英文大進場方式走向舞台 現場更表示湧進十萬民眾 直言自己真的好感動蔡總統親自南下舉辦高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黨內大咖 彤彤到齊 我們絕對不要做第二的香港 我們如果不答應和中國簽訂好平協議 因為中國要愛不是表面的好平 他是要兵團臺灣 我們繼續做第二的世上 你說對不對嗎 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的高雄成立第一的我們的競選總部 這次的選舉高雄最具指標性 贏了高雄我們全臺灣就會贏台 都掉了 直呼贏了高雄勢必勝券在握 好不容易來到高雄蔡總統抓緊機會 更開心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韓國瑜 真的讓市民很失望 一年的選舉讓大家心情不好 我覺得很開心 一票一票選出來市場 什麼政見都還沒開始做 就去選總統 開出來的這票更大點 蔡總統成立競選總部第一槍就氣勢如紅 大咖全力幫催票宣示打贏 選戰的決心 記者 宋航報導 太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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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